報導說有兩個舊山頂道帝警員的初步確診者 是美國領事館的人員 他們不肯隔離用一個外交豁免權去做理由 想請問這個情況是不是屬實呢 外交豁免權是不是可以拒絕傳染病的隔離呢 其實政府有什麼機制去處理這些事件呢 當然初步確診的個案我們都會嚴肅處理的 任何初步確診的個案其實我們都是當它確診 一方面是需要盡快去隔離 另一方面也要盡快去看它有什麼的緊密接觸者 將它的緊密接觸者都加以檢疫 還有如果它是緊密接觸者 我們現在在我們的追蹤工作已經是找多幾層的 所以例如它緊密接觸者的緊密接觸者 或者是接觸者其實都需要做強制檢測的 所以我們已經是和美國領事館已經聯絡上了 衛生署已經在做他們需要做的工作 我們一定會依法辦事